開箱囉! 2021年時尚界最大的一件事情 應該就是屬於 Gucci跟The North Face的聯名 一般來講時尚品牌的聯名 大不了就是出個五、六款 七、八款就已經很多了 但是這一次 直接把Gucci跟The North Face的Logo合在一起 你知道它這個系列超過了70件單品 整個系列從衣服、羽絨、運動服 然後到帳篷、睡袋、包包 全部通通都有 襪子、帽子全部通通都有 今天我要來為各位開箱 粉紅箱子裡面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可是排我排了很久 我告訴你 我最想買的東西我都沒買到 焦哥都買到了 焦哥是第一個結帳的人 你買不到的東西 欸這真的是要排隊欸 很多地區是要用抽籤的 你沒抽到就不能去買 我排了快兩個小時 這是我買到的羽絨被吸 就是他們這一次的這個聯名的Logo 然後呢用這一塊做成老花的不一樣 其實我最想買的那一件呢 是GG Maman的那個Logo的羽絨外套 可是我真的買不到 但這個呢可以說 這拿來收藏 因為應該只會有這一次了 那同樣的這一塊布 我買了它的包包 你看它這個包包 這個是屬於中型款的包包 然後看你還可以放水瓶 沒有幾個號碼就會背景很好看 這個呢 比金鐘獎還難拿呢 你看 這個大小是女生男生背的好看 真的嗎 因為它還有大的包款 那個大的包款真的我覺得 好像要去登山四田的三葉的 另外等一下我會開箱的 黑色老花 不好意思現在是在開箱 恩恨 恩恨 大家慢慢看 一樣是羽絨外套 但是這一件呢 是比較實穿的顏色 這應該可以穿一百年吧 只要它不被老鼠咬壞 它其實那個時候每人限購三件 但是為什麼有四個 排隊之後再排隊 重新再排隊 這個是黑色的Logo 是紅色的 對啊 這一波的GUCCI跟the North Face的聯名 其實在全世界的時尚圈 都引起了一陣的搶購 它不是一次就把所有的產品 全部一起上架賣 然後分階段的試出 所以這一波熱潮 預估整個的一二月 大家應該都在封GUCCI跟the North Face的聯名 後面應該還會有 只是就是說 因為它的試出 就是它什麼時候會開始賣 通常啦 一般來說會只先給VVIP製造 然後才會是一般的消費者 所以大家可能要去跟Sales多交好朋友 就算了 然後先去 請坐